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晴看世界 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是普丁跟习近平会面了 会面当中的联合声明 讲到了台湾问题 但是他漏掉了什么呢 另一方面还要告诉大家 也是一个大事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对中国祭出了七项的重大关税 这是一个制裁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那现在美国国内的选情的部分 也出现了变化 那至于在国内 我们就要看到呢 在礼拜五发生的 这么一个立法院的事件 沈博洋都送医了 等一下我们现场呢 也会连线到当时的还原情形 但我就要问 这个事情当中 真的有这么必要 有必要一定要赶在520之前 出现这样的一个场面吗 当中的内幕在哪里 有没有所谓的剧本 好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 跟大家请到的是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振东 左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淡大研究所教授 李大中 李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好 以及财经专家 邱敏宽宽哥 雅琴好 大家好 好 我首先来看到呢 大家关心的 两巨头的会面 就是习近平跟普丁 这次的会面之后 双方的中俄声明 有这个味道 就是要围台 我不是讲说反台独而已 而是围台 他们达成了一个 所谓的共识 这个共识是什么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可以说呢 双方之间的联合声明 在这里面列出来 一共有多项 但是我们特别 跟大家整理出来 有四大重点 这四大重点呢 有针对台湾的 有针对美国 日本 菲律宾的 还有核武跟石油的 当然俄罗斯 希望把石油跟天然气 卖给中国 那我先讲到 跟台湾相关的 就是俄方重申 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是台湾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他反对 任何形式的台独 而且重点在这里 就是双方要进一步 深化军事互信 跟协作 扩大联合的演训 扩大联合的演训 这里面讲的是 针对台海的情势吗 另外第二点 就是针对 他反对美国通过 扩大军事力量 跟拼凑集团 改变东北亚地区的平衡 美国的印太战略 可能扯着日本 他有意见 还有他说呢 对于现在 在亚太地区部署 陆基中导系统 中程导弹系统 那中俄双方都很重视 那这个地方 大家就在想 这个地方的陆基中导系统 针对的是菲律宾 当然在这当中 我们说有财经面的 除了盒子的合作之外 在俄罗斯销售石油跟天然气 还有采购电子产品 各方面的合作 那我在这里 就跟大家讲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当中 习近平跟这个普丁 他们在中南海 就这样子 只差没有手牵手 手铐的很近 就这样子走 就这样走 有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 但是我比较特别要看的 就是说 他们的联合声明当中 少了什么 少了上一次有讲到的 就是说 两国友好 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这个是当时中国讲的 那这一次呢 是没有列在 共同声明当中 我想问一下李教授 我们破题 就先从这次的 他几个重点当中 先讲到台海的好了 其实他就讲到 我对你的印太有意见 我对你的东北亚有意见 我对你的台海 他就直接讲 反对台独之外 有个扩大联合演续 你怎么看 他们这次的碰面 我觉得这次碰面 还是一个延续 去年十月份普廷 到中国大陆参加 一带一路第三届峰会 那样的一个态势了 所以这里面 这次的联合声明里面 基本上还是 顺着这个基调在做 那当然包括 特别列出来这几项 台湾议题一定是 重中之重 对北京来说 这是他放在 核心利益里面去谈的 那这也很符合他任何场合都会说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对美国说的时候就说 这是中美关系里面 第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那这个议题里面的 普廷的表态倒是没有太 令人太多的意外 因为多少次的 中俄的联合声明 普廷会见 这个习近平 里面一定会有这一道 对 那战略巡航当然 这也是这几年 大家比较关切的地方 因为我们注意到 前一阵子美国的 这个国家情报总监 特别讲说 海恩斯说 他们发现到 这个中俄两国 这方面的一个演讯 对 战略巡航是在 前几年第一次出现 比较是针对台海 那这个当然是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战略巡航 包括空中或是海上 其实也针对过日本 对 其实剑指的 还是日本后面的美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正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一次 我觉得是各取所需 那的确里面 大家很关心是 到底中俄合作 有没有上不封顶 其实我从一开始 我就不认为 是在上不封顶 因为从队屋的支持来说 其实我觉得北京 还是踩一个 基本上一个底线 否则不会在一些 包括联合国里面的投票 有时他会选择是弃权 所以这边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 蛛丝马迹 就是他挺俄罗斯 俄罗斯挺中国 目前是全方位的 这个新时代的 战略学作伙伴关系 大概已经是最顶级的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之上 我觉得北京 还是有些考量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没有直接提供 武器装备 那这点是美国 一开始就设定的红线 从2022年2月之后 那去年美国讲的是 不能有致命性武器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 北京就是有一些地方 美国把他的标准 放得更严格 军民两用 所以在公开声明里面 双方的声明里面没有讲到 当然也不可能讲到 这个武器的这个部分 这一次他们中俄的见面 是行李如鱼的见面 还是各取所需的见面 还是真的有迫切的需要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需要什么呢 需要的就是 跟钱有关 我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的第四项 就是在俄罗斯要销售 石油跟天然气 给这个中国 俄罗斯需要钱 但是乌俄战争 他被制裁了 所以他很多石油 是卖不出去的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要抱团取暖 冰山水下达成的 这么一个共识嘛 俄国要大量外销 石油跟天然气给中国 中国要外销 电子盘品 工业设备跟汽车 给俄国 因为中国被美国禁止嘛 所以呢 都是相关的 被西方设备禁止 相关的被美国禁止 所以他们现在呢 就希望两国 能够贸易额达到新高 那希望就是能够来到 就是说 2020年贸易额的两倍之多 可是我们看到 在这么一个内容当中 有一个没有讲到 因为有人说 可能呢 就中国想要吃掉 你俄国的西伯利亚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讲到的 就是要谈成说 俄国的输油管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在中国的建设 反正跟西伯利亚 力量二号 这个是没有达成的 可是我要问一下 这个老师 左老师 就是我们刚讲到这些 可能你需要我的经济 我需要你的经济 我需要卖油 我需要什么东西的这个 你觉得他们这次 真的谈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吗 你的评论 我认为第一个 大概双方最有共识 就是在本币的使用 本国货币 就是说扩大贸易 扩大金融的来往 甚至在保险业的 相互的承认 相互的开放 这个部分其实重点 是在于说 扩大本币的 本国货币的使用 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这个是双方都有 共同利益的 这个是非常清楚 第二个 在西伯利亚的 这个问题上 你可以看到 其实俄罗斯有需要 中国大陆有兴趣 可是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为什么没有达成 比如像刚才我们看到 第一个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这个天然界管线 因为它要经过蒙古 蒙古有960公里 这个对于双方来讲 都有一个不确定性 因为蒙古最近这几年 跟美国日本的互动 很密切 所以未来是不是 能够确保 它不会受到蒙古 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投资金额 要4000亿美金 那现在双方当然 谈的一个是说 你的这个价格要多高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说 中国大陆当然希望 把它天然界价格压下来 第二个就是说 中国大陆也希望 去开采它的天然气 就它不只是说 它跟它购买 而且它甚至成为 它的股东 合伙人去一起开采 那所以这个当然 双方就谈不定 所以在这一次 联合公报上没有 第三个我们看到 就是说 像这个 这一次有说开发黑虾子岛 那黑虾子岛 其实这个是蛮特别的 因为过去双方在这边 有主权争议 那可是 西伯利亚对于这个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它想扩张势力 对于俄罗斯来说 它希望吸收资金 但是这个完全没有进展 你可以看到它说 就是说在于这个远东地区 俄罗斯远东地区 要设立这个 所谓的农业合作区 他们是继续研究 所以没有进一步的 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开发部分 远东地区开发 它也是说按照市场原则 那意思就是说 有兴趣的企业就去吧 所以它也没有说明确的承诺 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多少的投资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 唯一有突破是黑虾子岛 这个同样也是双方很有限的共同利益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打通 从这一条河一直到图门江 所以第一个 黑虾子岛双方共同开发 然后俄罗斯要协助中国大陆去跟北韩谈 要让中国大陆的船在图门江能够出海 因为图门江出海的地方就是日本海 等于中国大陆的不只是它的 因为现在图门江那个出海口 第一个 它只有300吨以下的船可以出去 而且它只有渔船 现在它说要突破这个部分 第一个商船要出去 第二甚至未来就是说 它那个大的船要出去 因为现在它上面有个桥 它桥是大概高7米 所以很多大型船舰出不去 它这方面它也要突破 所以这个当然是中国大陆 非常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这里有看到 我真的觉得这次的会面 感觉起来要给谁看 感觉是要给拜登看 为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次 在中南海当中 两个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dressing coat 他们是穿西装没有错 他们没有打领 对 就是有点semi formal 跟宽哥一样的这种打扮 semi formal这种味道 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喝茶 就带了翻译 谈内容以外也喝茶 喝茶之外呢 还要走走步 走走步就是说 哎呀散步的感觉 散步的感觉 在中南海走路 大家都说 这是象征着一起走嘛 但是有人说 这个是并肩而行 不见得是相向而行 可是你要对照到上一次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的时候 那是2023年的时候 在费罗利庄园 他们也是一个 走一走给大家拍的这个味道 那不过我讲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要说没有封顶 你刚刚讲说 没有封顶就是事情不存在 所以呢 我们就说了 这一次的联合声明 跟上一次的联合声明 差别在哪里 这一次只是说 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 那上一次有讲到 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就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宽哥你怎么看呢 你如果从他们在中南海的 还有这么一个桥段来喝茶 我是很好奇 他们到底喝什么茶了 那现在不得而知了 但是呢 就是那种营造出来的氛围 他是真的有结果吗 我认为结果不多 为什么呢 这次双方都是基于必要 为什么呢 第一个 目前你说中南海 在不在意台湾问题 当然在意啊 有这么必要吗 去年其实10月 普丁才去过北京而已 短短的8个月 这次又去 那去呢 都谈一些风马牛 不相干的一个事情 也没有谈论到太多的事 但中间 看出一些特殊的征兆 第一个 两国之间的美元准备 都现在都不够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麻烦 第二个 据传两个人都在讨论说 万一如果拜登这次选举没过 真的换了川普上了 后面该要怎么来做应对 但现在我们来谈一些 比较细节的部分 刚才两位老师都谈得非常非常好了 所以我就补充一些小地方 在过去三四年 俄罗斯俄乌战争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中国跟整个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了 所以2011年的时候呢 双方的整个经济贸易额 只有1110亿美元左右 到去年已经拿到2400亿美元了 简单的说 三年整整增加了一倍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呢 俄罗斯现在有满满的原油 满满的天然气 跟满满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好中国就说我全拿了 可是俄罗斯也被经济制裁 所以这段时间呢 中国的汽车 中国的手机 中国的工业用品 中国很多的工业制品 全部也都运到整个俄罗斯去 特别是这些 有一些特别相关的 先来跟各位谈 我先问各位 装甲 轻型装甲运兵车 算不算是致命型武器 中国他们这次山东跟武汉 很多的小货车公司 卖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买不到 那俄罗斯的说法是说 我们的人受伤啊 我总不可能用扛的 把它给扛回去啊 所以第一个 这个算致命型武器吗 再来防弹衣 军服 军亏等等的 这个也都在做 但现在是 后来美国发 出了一拳很重 多重呢 美国那时候说 绝对不能够经济上 或者是在整个 所谓的支援俄罗斯武器 不然的话 我要惩罚你们中国八大银行 在华尔街 跟整个美国上市的 那打击很多人会说 打击中国的银行 中国银行在中国开的 好好的有什么关系呢 重点来了 我不给你美金 我不给你美金 那我问各位 中国的银行 所有的库存里面 都没有美金 它怎么跟全世界做贸易 所以出现了一个 非常吊诡的一个数字 整个中国呢 我们也不知道说 这是故意的 还是说真的是 中国的购买力减低了 但刚有跟各位说 过去三年的时间 中俄之间的贸易额 是节节向上 今年的第一季 中俄的贸易额 怎么突然间衰退了 13% 那这当中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说 中国的这些 所谓的商人们怕了 为什么怕了呢 因为这时候怕被美国制裁 我如果被美国制裁 我再可能在欧洲有房子 在澳洲有地产 在美国有财产 我可能会被封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比较担心的 中国其实现在有点 外强中干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包括房地产的问题 失业的问题 这我们之前谈很多了 所以简单的说 双方各取所需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会说 过去都说 两国之间的友谊 尚步封顶 但这次很客气哦 普丁就说什么呢 普丁就说 中国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我的家族呢 我们目前在学中国的语言 我们也在学中国的武术 简单的说 这次跟过去 目前来看 有一些相同 但是又有很多的不同 哇 他们的家族要学中国的语言 跟武术 那我们广告就会回来看到 其实他们两个 有一点难兄难弟的味道 各自有很大的问题 就刚刚宽哥讲到经济的部分 可是呢 我们现在就要看到 中国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要发展 而且要做这个 所谓的特别国债 我们这个广告 马上回来 This is The View with Catherine Chong Today's topic is The Amnesty of Former Taiwan President Chen Rumors say that Taiwan President Cai may give amnesty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next week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elect William Lai on May 20th But I do not agree with this and I don't think President Cai will do so Why? Here are some points A.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Taiwan President Cai is planning on issuing a pardon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before she leaves office on May 20th B. Former Taiwan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for multiple counts of corruption in 2010 He served his sentence for only six years and was granted medical parole in 2015 You can see over here that this is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C. Ironically Chen refused to appear in court for four corruption cases due to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dementia But instead he showed up in court to defend his daughter as her agent delighted him Of course this aroused criticism from Taiwanese people If you can appear in court for your daughter why do you need medical parole? D. The response from President Cai's office emphasized their commitment to ensure the former President Chen receives proper health care and all actions are conducted with legal regulations I don't think this is proper to pardon Chen right now Why? Former President Chen had four cases of corruption that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but another four cases were put on hold due to his health problems Some people say that it is a human rights issue but I think it is a law and justice issue One who breaks the law should face legal punishment even if you were a president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看到这次的 普丁跟习近平的会面 大家就说 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那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 状况怎么样 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 他就是说 你这个国台办讲 台湾有一些名嘴 被列入所谓的要惩戒 因为你不可以说 中国的状况 经济的状况是崩盘 但事实上 现在的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不然干嘛 要发行国债呢 过去来讲国债 没错 有发行过 像是疫情的时候 有发行过 并不是第一次 可是这次看起来 蛮严重的 你可以看到 他这次要发行的 这个礼拜开始 要发行的 这个国债当中 大概是人民币一兆 折合是1383.7亿美元 那我们知道 李强曾经在 三月份的一个报告当中 说中国政府 连续几年发行 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主要就是希望 是要用于 国家的重大战略 还有就是 重点领域的 安全能力建设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中国的国防 要靠这些国债吗 然后呢 习近平也有说过说 哎呀 这个东西 我们要逐步增加 国债的买卖 我现在讲到 这个国债的部分 它其实是有分的 我过去说 它在1998年的 亚洲金融危机 它在2007年 全球金融危机 2020年疫情 都有发行过 这次的国债呢 整个的数字 看起来有发这个 所谓的20年期的 30年期的 50年期的 那你这样说 要不要告诉我们 现在中国的状况 是真的已经到了 没有美金的这个状况 还是根本没有钱的状况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特别长期的这个国债 其实它的量真的很大 大概是一兆 一兆人民幣这么多 20年 30年 50年 因为过去这样子的 特别的长期的国债 其实发行数目 还是比较罕见的 就像刚才所提到 97年金融危机 07年的金融危机 还有一个最近一次 应该是COVID 所以它一定是有 非常特别需要的时候 才会这样做 所以现在有不同的推估 因为根据官方讲法 是视为视种 支撑它的经济 这种货币的 这种战略的工具 是这样的选项之一 那也有外国的分析家说 这可能还是会投入 这个地方政府 比如说它一些 负债的状况等等 所以目前来说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你讲到地方政府 卓老师怎么看 因为他这里面 又讲到说习近平说 是一些什么国家建设 讲了一副 很像军事的这些措辞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他就说什么 还有安全 区域安全能力的建设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这个怎么看 它的意思当然就是说 它要降低在重点产业 对外国的依赖 所以它是把它连到 它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需要上 因为如果它重要的 这些零组件 甚至重要的产品 是来自于外国 一旦跟外国关系紧张 它可能就被切断 它的供应来源 第二个 这一次的发行国债 因为它的金额 大陆现在累积的 这种所谓超长期国债 是四万亿 那这一次从今年开始 要连着五年发 每年发一万亿 所以是五万亿 所以它的规模 比它现在所累积的 还要大 第二个 它现在第一批 是所谓的机构购买者 所以就是 比方国有企业 或者是地方政府 大概可以去买这些东西 但主要大家 现在比较关切的 还是在于说 它未来这一笔债务的 借到了这笔款子 它怎么使用它 可是它还是会 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过去大陆 比如像它半导体基金 它叫国家大基金 它投入了很多 半导体产业 有的成功 但也有很多失败 没错 那你现在未来 怎么去监管这一笔 这些投入 你未来怎么去确保说 你选到了 它是真的技术上 够硬 够强 它未来真的有机会胜出 所以这些部分 如果你没有办法 去克服的话 一个 如果个人就不愿意投入 第二个 你地方的机构投入 其实会恶化原本地方的这个地方在 如果它是local 它这个东西只卖给local的人 你local的钱如果不够 你怎么样去买 你能够解决问题 还是说它就是一个财产的重新分配 宽哥怎么看 外资陆陆续续撤出中国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但现在呢 中国决定要跟美国正式开施 那正式开施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说了 你们所有的晶片啊 那个计算硬体啊 都买intel的跟买amd的 不对不对不对 中国未来呢 军方跟整个所有的国家用的 不用了 我们不要买了 然后呢 之前的特斯拉呢 据传是公家机关不能买 后来呢 一趟路特别把马斯克叫来说 现在说可以买 但会不会买不知道 为什么呢 中国现在的电动车 比特斯拉更便宜 而且里程也更长 我不需要买特斯拉的啊 但最近有一则消息 吓到我了 发生什么事呢 微软目前在中国有7000个员工 其中有800个人 是专门负责AI 跟特殊的运算的 现在微软说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提出申请 你们可以吸加贷券 我帮你们移民到美国 澳洲跟纽西兰 这个是就在 那这个意义是在于 就是简单的说 现在美国跟中国 要直接正式脱钩了 在高科技是脱钩的 那脱钩的情况之下 中国当然希望有 更多的一个裁员 那更多的裁员当中呢 现在有些事情 是我们要长期来做观察的 刚才有谈论到 老师有谈论到晶片 今年中国单单要投入市场 成熟型的晶片 还有44家 都已经有厂房了 都已经开始好了 所以在前几个礼拜 台湾有一家公司 叫做群联 非常大的一家公司 遭受到雌鱼之殃 他一季赚12块钱 股价突然间闪跌 闪跌了200块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厂商说 我们要把我们手上的库存 丢出去变换现金 所以未来跟中国做生意的话 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层面 对 现在大家要观察这个部分 但是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来看 刚刚讲到的电动车 大家讲到的半导体 在拜登这次的 关税提升的内容当中 都列出来 这份关税的名单出来 有七大项目 这个到底对台湾 会不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知道 在美国国内 其实会影响到他们的选举 我们见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刚刚看到了 中俄之间的领导人见面 现在要看中美之间的关系 中美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拜登 他真的就祭出了 七大项目 对于中国的关税制裁 你知道当年 当时在川普的时候 光是列一个关税25% 大家就觉得受不了了 这是个关税战争了什么的 结果现在拜登列出来 光是在电动车 就是从25%变成是100%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他真的目的是在电动车吗 他真的影响到的是电动车吗 那中国的反应呢 中国的反应 我到目前我们录影截止为止 我没有看到一个 多么大了不得的反应 所以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 在这里 拜登的七大对中关税当中 这个项目列出来 我们主项跟大家来讨论了 电动车最受到瞩目 电动车呢 他本来的税率是25% 新的税率是100% 那如果电池有分两种 一个是就是电动车 电车里面要有离电池嘛 离电池的零件 他是从7.5%变成25% 那其他的电池的部分呢 又不一样 还有太阳能组件 太阳能组件25%变50% 半导体25%变50% 医疗产品像针头啊 那些东西 他本来是0%左右 现在也变成最多到50% 还有一些港口的起重机 本来是0%变25% 那钢铝 钢铝之前拜登就讲过 那这下就说 钢铝跟石墨产品 真的是动了 而且是从0%左右 变成是25%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大家都很想讲电动车 对不对 因为电动车 因为欧盟也在意 然后这次也在意 那电动车的这个部分呢 到底说 他现在的影响当中 如果说变成25%到100%的话 他的影响层面会多大 我还是请宽哥先讲一下好了 这个大家会关心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输到美国的电动车 一年大概是6万多 很少 很少 所以影响不到 但是真正影响到的是 他的供应链吗 我们现在跟各位谈 我认为美国这次是在 打中国给欧洲看 给各位几个数字 中国自从打到了 日本跟德国 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输出国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非常明显的 目前呢 中国的电动车销往欧洲 是占他比重的36% 可是刚才雅琴 谈论到一个重点 中国现在销往美国的电动车 只占他们生产的电动车 只有1.1% 很少 那这个1.1当中呢 多数都是所谓的电动巴士 他没有到电动车的一个成分 所以拜登为什么一口气 要把电动车从25%拉到100%呢 他现在是语重心长啊 他现在是跟整个欧洲说 你们欧洲这些人啊 赶快看着 你们如果再放任 整个中国的产品 在你们欧洲到处乱跑的话 你们到时候 你们连命 连小命都没了 我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 有个说法 就是说 这是美国方面 拜登方面的说法 分析师他们相关的说法 就是说 这个他们中国的电动车 因为有非常多的补贴 对于美国影响非常大 那你现在如果关税 没有把它处理好 再加上他们有一个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 比如他们经过墨西哥 结果墨西哥进到美国去 到时候美国的汽车产业 全部都被团灭 对 所以真的会被团灭吗 先跟各位说 真的会被团灭 我们来跟各位谈谈 现在的一个状况 现在我们去看看整个 我们先从欧盟先来看 为什么欧盟会展开双手 去接受这么多的 中国的电动车呢 欧盟比较复杂 欧盟呢 西欧比较有钱 整个东欧这边比较穷 北欧这边比较要求环保 可是北欧只有瑞典 有办法生产汽车 所以也简单的说 欧盟当中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瑞典 他们有生产汽车 可是现在呢 之前为什么 习近平一趟路要去匈牙利 匈牙利现在比亚迪在那边 宁德时代所带头的 中国五大家的电子厂 都在那边 可是他们是大 直接说 我们是要来支援 你们BNW跟賓士的 为什么呢 因为BNW跟賓士 自己没有电子厂啊 他是用中国的啊 所以现在整个欧洲 陷入了非常大的一个挣扎 可是简单的说 过去我们如果从 老时代的手机的一个惯例 到晶片的一个惯例 到电动车 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让中国它扶持起来 政府给企业钱 企业把它做好之后 企业把成本压得非常非常低 那我先跟各位说 全世界会死伤一片 那为什么会死伤一片呢 他的产品比你的好 比你的便宜 就算你加了100%的关税 他都不理你 那我有个问题 你现在看到这个电动车 我们在讨论 如果整体七项来看 你怎么评论拜登的动作 这是一个雷声大 雨点小 还是真的是切中要害 没有没有 现在就切中要害啊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从三个层面 先开始来谈 拜登现在一拳打下去 就是我把你 全部通通都加税 对不对 然后我刚开头 我们在第一段当中 有说过啊 现在美国 已经要制裁 中国的八大银行说 你如果真的 有任何的不对的话 我要禁止你的美元 我们这时候 再来看内蒙多 内蒙多已经讲过几次了 他们就说中国所有的电动车 跟他们相关的一些 所谓的联网 通通连回到整个美国 都回到中国去 如果同时有30万台电动车 每中国制的电动车在美国 他突然间啪一下 车子停在路中央 通通都不能动了 这对美国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所以我回归到开头 跟各位说的 很多的产品 不管是钢铁 起重机是其中的 因为起重机已经谈四年了 现在正式的一个拉关税 还有钢跟铝也是吗 对对对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 当然也有选举的一个问题 但现在第一个 美国现在是打中国 给整个欧盟看 同时要跟美国人说 看看人家欧洲 欧洲就是放任 整个中国的产品 在那边到处留 现在的失业率那么高 我们美国不能够重蹈覆射 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来讲说很奇特 因为正常来讲 你讲关税就管你讲关税嘛 结果呢拜登说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拜登加码 他说 我讲这个事情以后 他说 中国向全球 这个倾销低价商品 它不是竞争 而是作弊 而且在这里特别讲的 就是说 我特别要来强调的 就是维护台湾海峡的 和平跟稳定 重振了美国跟印度 澳洲 日本 韩国 菲律宾等太平洋岛国 盟友的伙伴关系 所以我就说 这个关税 怎么会跟台海啦 印太的日本韩国 或者是跟菲律宾有关系呢 李老师怎么看 第一个是那个 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拜登的加关税 他早就预告了 他已经铺陈好一阵子 就是让他的正当性 合法性看起来更足 对 能够诉求美国 目前的选民 尤其是他关键州的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选举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 他为什么特别讲到台海稳定 他的逻辑是不是讲说 你看 我不能让中国做大 他把钱拿来发展武器了 我不要让你电动车做大 我不要让你半导体做大 我不要让你 我让你削弱你 所以我可以维持 我在台海 那个台海和平稳定 是他所有场合都会讲 那但是你认为关税的部分 对中科关税 跟台海稳定的关联 他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台湾 我们非常重视他 所以是跟我们在意到 但是我们现在要防办 中国大陆对美国经营 可能造成的挑战 可能损伤 我觉得这个还是 连得起来啦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 其实台海和平稳定 我觉得所有场合里面 拜登都会提 只是看要怎么连接而已 了解 周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分成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他其实要跟川普比赛 谁是抗中直先锋 他要先发制人 就是说他跑在川普前面 所以你看 不单单是针对这些关税 他最近也刚刚宣布了 就是针对所谓的 跟维吾尔 从新疆出口的 有65家企业 都列入这个名单里头 那这些当然主要都是在纺织业啦 但是呢就是说 因为这些纺织业 而且但是不是只有说 这些公司的产品不能进口到美国 而且是凡是美国的 这个进口到美国产品 如果又使用到这些公司 作为他的一个中间材 那也不可以进口 所以这个其实前舌面蛮广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做出一个姿态 来告诉大家说 他是在抗中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这些产品这些关税的产品也是特别选择的 比如像说电动车 一般我们想到电动车 就是美国传统的汽车产业 密西根那是个摇摆州 可是现在有两个州 是新兴的电动车产业 很多的计划在这里 乔治亚州跟北卡罗来纳州 那乔治亚州也是摇摆州 那同样的比如像你看那个太阳能板 对 乔治亚州也是 也是 那半导体 亚利桑那州 所以其实他其实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 都有特别的去选择 比方你看电池 他克了25% 对 他没有克到50% 甚至没有克到100% 为什么 电池的生产基地都不是在摇摆州 在麻州 加州 跟德州 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的时候 其实还是跟摇摆州有关系的 因为他可以像摇摆州这边去 做一个宣传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说 IMF刚刚发出一个新闻稿 就是说他反对 他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不健康的做法 会伤到美国自己 对 他认为是对美国不利的 他认为美国还是应该继续维持一个 购买力会向下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到说 拜登这一次他克税的范围 其实是很小 因为川普时代克税 对中国大陆的产品克税是 3600亿 这一次是多少 180亿 是20分之一 了解了解 不过我们广告就会来看到 感觉到这个味道 就是包括了拜登 包括了川普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抗中的竞赛 是 因为川普就说 那我克你200% 对 抗中的竞赛 可是问题是 这样实质上会伤到美国的经济吗 我是一个问号 那会影响到台湾吗 好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知道在这个发布之后 过了将近是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 中国方面就是由王毅出来讲说 你这是霸凌 然后呢 就感觉起来很奇特 他5月15号呢 这个可以说 美国寄出了这个内容之后 当然他是有一个 主要是301条款相关的内容 针对关税来做处理嘛 然后呢 王毅就讲说 你这个是世界上最典型的 霸道霸凌 但是他批评了美国说 你单极霸权 失去理智啊 什么什么 讲了一堆 但讲了一堆以后 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 你表达不满 你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上一次 他至少对秉息 对不对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秉息 他有一些磕睡的动作 可是这次没有看到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他可能会干嘛 他可能会就是说 要不然我就是 把我中国 我不要跟你美国买玉米 因为过去他有做过这个嘛 他有一些去买巴西的玉米 过去18个月 中国进口巴西玉米的金额 从零增加到每个月 大概是7亿美元 中国就是说 不再从你美国进口那么多了 可是这些感觉起来 都没有那么的强硬 宽哥觉得为什么 中国没有预料当中 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应 我们现在跟各位谈 中国有几项产品 是需要看外国人脸色的 包括了原油天然气 包括了农产品等等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金电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当然王毅现在身为外交部长 身为第一的打手 他当然要很生气的出来说 但说完之后呢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高高举起 七斤放下 为什么呢 很简单 180亿美元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小菜一碟啦 真的是小菜一碟啦 所以我刚开头就有跟各位说了 美国是打中国给欧洲看 但欧洲有办法脱得了整个 欧洲有办法脱离掉中国嘛 目前根据德国消失的说法 跟法国马克宏的说法是 我们都需要中国 因为中国这个市场毕竟还太大 但我们这时候要谈论到几个重点 美国现在会不会慢慢的来跟中国脱钩呢 我们来谈论到台湾 台湾在几年前我们跟中国之间 贸易关系依赖到最高的时候是46% 可是呢 最近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情 台湾这几年的经济 我们不敢说大家都过得很好 但我们的股市 我们的出口 我们的出口成长了10.4% 是真的成长得还不错 那股市现在在2万1嘛 那多数的人都认为说 台湾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 所以最近房地产也紧奔 但重点是在 我们跟整个中国慢慢的依赖度往下的过程当中 我们跟美国之间成长的幅度 跟东协之间成长的幅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重点是在于市场的一个转移 还有技术 例如说全世界都气死了 每次看到台湾 怎么这么可恶啊 你们的AI居然占了全世界的百分之百 听好哦 别人没办法 台湾的AI在全世界占比是几乎百分之百 那跟台积电的 没有错 重点就在台积电 台积电半导体大概是92%嘛 先进半导体92%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明 就是说中国可能会对美国气呼呼 但别忘了 他们之间还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刚才有勘论到 俄罗斯已经到了2000多亿的 还排到第四而已哦 所以我们说关税大战当中 到底整个中国会不会因为说 这张关税单子来产生重伤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比较保留 为什么呢 中国14亿的人口180亿美元 他们撑得住的 我们进入到这次的选举 刚刚老师有讲到说 因为是一些摇摆揪的数字 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在美国已经有开始一个声音出来说 well eventually 就是最后的话 虽然说川普看起来呼声很高 但是他们认为 eventually就是最后可能是 拜登会胜选 会胜选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大家可以不同意 可以讨论 可是在这里为什么 就是说变成是一个反中的竞赛 似乎现在要在美国 你要抗中 反中 你才有票 所以你看到 川普他也讲了 川普说你早该四年前就这么做 我对这个工厂 我每辆车我可以磕成200%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摇摆揪的数字 Binjo Arizona Michigan Georgia Nevada 还有Wisconsin 这些看起来除了Wisconsin 是拜登刺7% 川普45% 这个是New York Times 4月28到5月9号 最新的这个内容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都是川普领先 所以现在他要针对所谓的 汽车也好 或者是太阳能也好 要做这个转变 而且有个说法 一个新的观点 就是他们这个地方 他们的亚裔的选民增加 摇摆州亚裔选民增加 所以他认为说 我要拉住这个里面 顺便拉了这些选票 顺便包括了亚裔 那我就比较能够胜选 因为过去希拉蕊的状况 让他们觉得亚裔 得亚裔者 得美国 您是否同意呢 对我觉得目前来说 真正的重点就是在这些摇摆州 所谓的关键州 目前根据这个民调来看的话 基本上川普都领先优势 那唯一拜登是在威斯康庆州 但是他的领先幅度非常有限 几乎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大选里面 亚裔也是扮演重要角色 因为亚裔人口 包括首头主 在过去几年当中成长蛮多 那照道理说 过去一般会认为 亚裔的投票人口里面 民主党比较占优势 那尤其是在过去在欧巴马执政期间 等于是他竞选方程式里面重要的组成 包括少数族裔 包括赴母票都是如此 但这次情况可能稍有不同 因为第一个是共和党 也发动很多的力量 希望去争取亚裔的选民 第二可能跟前一阵子余波当一样 在校园里面的 因为这个以哈冲突里面 引发的一些血运 抗争事件有关 所以部分的亚裔 包括一些少数族裔 可能他们坚持要推头 拜登的票的意愿 就不像那么强 只要他们不投票 就会有些些许的影响 谁会得利 我觉得是川普比较占有优势 其实在这里 还有一点跟台湾连结起来 就是我们知道 在下个礼拜一就是520了 那520当中 赖总统当选人 一般来讲 他是会比较会讲到 他已经讲了 他会讲到和平四支柱 还有就是讲到 小英的四个坚持 如果讲到四个坚持 那不就是讲到 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互不隶属 那如果这么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又特别注意到 拜登 他不但是讲到说 重视到台湾海峡的 和平跟稳定之外 他这次也派了代表团 来到台湾 这次的代表团当中 您看到包括了 迪斯、阿米塔吉 普瑞哲、罗森伯格 都来到这里 那迪斯他本身也是重要的 就是白宫国家经济会议的 这个主任 那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就是说 拜登在对于台湾的这个部分 对于是不是他有一个说法 说大概包括了 美国方面当然知道 那中国方面也知道 就是赖总统 他接下来会讲的什么内容 所以他们认为 赖总统会比较平和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美国当然是希望 这个赖总统当选人 他的演说 能够最起码能够 维持蔡总统的一个路线 而且不要造成两岸之间的对撞 那这里头其实我认为 第一个我们看到代表团的成员里头 他为首的是一个经济的成员 欧巴马时代的经济成员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美国希望 美国要彰显他跟台湾的关系 主要是经济方面 他降低所谓政治的色彩 第二个 那虽然说现在这个 谈到的是所谓的四个坚持 但是四个坚持也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像说蔡总统第一次 在2021年提到四个坚持的时候 他那时候提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对 那么之后他没有再这样说过 他以后之后都只有说四个坚持 他没有再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可是四个坚持里面 对对对 但是他四个坚持就包含了这个item 再来一个就是说 在最近就是因为金门渔船事件的时候 那个时候陆委会发的新闻稿是 两岸互不隶属 那我们知道其实两岸互不隶属 跟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是不一样的概念 有一点层次上 因为是国家跟国家嘛 对因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跟国家 两岸互不隶属 两岸都是按照我们签法都是中华民国领土 所以说其实这两个在大陆的解读 在美国的解读是完全不同 你觉得赖总统他会讲到两岸吗 预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我只能说如果按照现在的新闻录出来讲的话 他可能不会直接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因为他有讲到尤其是在哥本哈根的民主论坛当中 他特别讲到说如果在对等的状况之下 希望能够对谈 而我们也知道国台办不是针对了一些台湾的名嘴 提出要惩戒之后 然后他也讲说你要回答 你到底是要和平还是要对抗 那其实这里很明白的赖总统要讲的就是和平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您跟国民党也有一些affiliation 我想问的就是说朱立伦 我不知道大家也很好奇 他会不会出席520 感觉起来 应该是不会的 他不会出席了吗 还是可能生变 因为你看卢秀燕要去 蒋万安也要去 克文哲也要去 那就是朱立伦不愿意去吗 你觉得应该不会吗 中国时报社论是觉得说都应该参加 请大家要尽量参加 对那这样的讲法就很奇特 由中国时报来讲 你怎么看 我想中国时报的那篇社论 他用词可能稍微重了一点 当然他是希望说 希望国民党人能够多去参加这样子一个活动 但是到底会不会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 过去的往例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落选了之后 也都没有去参加 过去的往例 那所以克文哲比较有风度了吗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也没有去参加 但当然不表示说这次一定不要去参加 我们只是说过去参加的 可是朱立伦没有选总统啊 朱立伦不是落选人啊 现在的情况 比如像我讲的例子 2012年那一次 陈菊是民进党代主席 他也没有去参加 他那时候的说法说人民正在受苦 所以他不要去参加 然后那个时候在就职典礼之前 那个时候还发起了所谓人民火大的游戏 去抗议这个马政府 那当然我想事过境迁 我想就是说所以参加与不参加都是一种表达 它其实并不涉及到所谓民生重大法案的通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一个比较多元表达的角度去看说 我们希望的是大家能够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支持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参加 或者不参加这一次的就职典礼 我认为那个国家的团结才是一个大家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李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讲 就像这个韩国的外长之前访问中国嘛 那大家也会关心的 就是到底韩国会不会代表 他就说按照以往的惯例 以往的惯例我们比较没有看到韩国有派什么代表 但是日本方面就是安倍昭惠会来 那美国方面我们的层级看到跟小英当时的状况也一样 那这次比较意义不同的就是说 等于是在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再次的获胜 所以意义就不一样 那当然赖清德总统当选人本身在美国当时走进白宫的这些说法 或者是所谓的是不是在读的方面有一些想法 国际方面都会非常重视 对非常重视 那这一次的美国代表团 我觉得基本上是寻惯例了 你认为是寻惯例 理论上应该是三位 罗森伯格他们是陪同人员 就是迪斯 阿米塔吉跟布瑞哲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感觉是党派的平衡 吴瑞哲是台湾的好朋友 大家熟悉度很熟悉 他应该是克林顿政府时期所指派的 在大学会里是主席 那阿米塔吉是小布希时期的副国务卿 而且在2021年 当时拜登获选之后 他也派了一个特使团 陶德他的好朋友代表 阿米塔吉跟史坦伯格是里面的成员 所以大家对他也不陌生 那迪斯奇是白宫国家经济会议的主任 也是曾经是总统的特助 所以这样的组成 大概跟过去20 比如说马总统刚上任 或是小英总统刚上任 我觉得大概差不多 因为当时的首席的团员团长 大概也是比如说白宫幕僚长 前白宫幕僚长 或是前贸易谈判的代表 大概都不会是先任官员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持平安排 我觉得还是循惯力 就是美国这样子做吧 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一些 外界的过度诠释或是解读 或是批判说太高或是太低 其实有个说法 你知道像川普 他这个不止一次 他讲了六次 他就说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移民 他说他们会变成一个移民军 他们从中国来的 过去几个月有三万一千到三万两千人 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小军队 变移民军 我讲这个的事情 就是美国就有这种 你知道吗 觉得就有点反中反中的味道 那再加上这一次我们的520 宽哥怎么看 第一个川普一向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所以先说移民去是非法移民 不会形成军队也没有投票权 这大家放心 来谈论到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个部分 其实目前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台湾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有强大的经贸的一个能力 但其实在很多外交 很多特殊的一个场合 我们是大国拔河中间的一个棋子 所以我们能够发表的一个角色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那么就目前全世界的一个观察的话 第一个赖清德总统这次就任的过程当中 那个就职演说 应该是会比较专注在内政这一块 然后在整个经济国防外交的话 大概就是过去蔡英文总统 所走的一个路线 目前都是按照下来 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说 她是台独今孙 会啪 单独她会整个路线走的太偏 我先跟各位说 从中国时报的说法 美国的说法 日本的说法 到大陆后面的一个相关的种种 我认为擦枪走我的几率很低 但这是要观察到几个重点 国民党会不会改杀换代 国民党会不会改杀换代 什么意思 朱立伦这次他就说 邀请函我没收到 反正就知左右而言 总而言之他就是不要去 可是这次谁获得了 非常多的一个好评 卢秀燕卢妈妈 卢秀燕卢妈妈他就说了 这是一个国家 这么重要的一个典礼 他当然要去 同时带着他的接班人江启成 因为江启成已经宣布了 他要选台中的一个市长 所以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包括了卢秀燕 包括了赖清德对决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转折叫蒋万安 为什么呢 蒋万安本来说他不去 后来去日本 建了日本的重要的一个 政治的领袖 然后那时候中国也有发布了 一些部分的一个抗议 回到台湾之后 他也反口供了 他就说这是 他排除万难 他也要去 等一下这段我们要讲 他还没有去日本之前 他就说他要去 后面他是说他排除万难 他本来说有行程 他本来 对但是因为是卢秀燕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倒认为了 就是说这次其实我们 从一贯的路线来看 为什么立法院就在520之前 要展开一个这么大的戏 那些法规有讨论的空间 他不让人家讨论 很多事情要做 现在慢慢讲的 现在就是要演一出大戏 给各位看 后面其实有很多的 角力跟拔河 但是我认为未来两岸 就算没有办法春暖花开 但目前慢慢融兵的状况 已经开始 好我们广告就回来看到的 就是刚刚您讲到的 立法院的这场戏 我觉得这不但是一个烂戏 而且是令人伤心的戏 因为有人受伤了 我们等一下会有最新的连线 还有讨论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来看到在520之前 整个立法院的这个状况 你说是国民党设好的一个局吗 到底有没有剧本呢 它主要的是要让520难看 还是要让台湾难看呢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受伤的状况 然后多人送医 所以到底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演变 我们今天在现场当中 请到了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舒培 大家好 桃园市议员 于北辰 亚晴好 大家好 台师大东亚系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亚晴好 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 就是在礼拜五发生这个事情 在整个晚上的挑灯夜战 结果呢 就是沈柏阳到了上面 想要推开这个 用椅子搭乘的一个椅墙的时候呢 被邱正军给推下来 邱正军谁 邱正军 就是前苗栗市长 当然还扯到这个 所谓的电丸呢 相关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引起大家的讨论 我们要来访问林戴华 好 我们知道呢 在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 因为沈柏阳跟这个邱志伟 还有郭国文整个掉下来 沈柏阳的头部是直接垂下来 你可以看到画面 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他们呢 沈柏阳跟邱志伟送医 那钟嘉宾跟庄瑞雄说 头晕不舒服 然后另外呢 还有吴宗宪 国民党吴宗宪也送医 可是我现在讲到 就邱正军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绿尾就这样子砸下来 砸下来掉下来之外呢 而且国民党的立委 廖伟祥在旁边 他还趁机去捶 去捶这个沈柏阳的 这个侧面的肋骨 我就不知道这个局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子 那我们现场请到 戴华在现场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当时摔下来的那个情形 怎么这么的严重 好 是 是请说 对 对于现场来讲 是真的相当的混乱 那也非常的遗憾和让大家非常的震撼和伤心 那对于韩国医院长他今天主持一个议会 能够 竟然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有多元的声音全部净灭 而强行要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扭曲 扩权民主的一个这样的法案 所以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立委坚持的捍卫我们自己的言论权 有这样的重大伤害 其实每一个我们在场的立委都除了震撼之外 也觉得非常的不舍 潘梦安有去医院台大医院看的这个沈柏阳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当时沈柏阳怎么会站到那么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被这样子推挤推挤就摔下来 几乎如果要讲是三个阶层这样子掉下来 而且头部是直接倒栽冲降下来 当时你看到的情形是什么 然后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情形是因为我们要让韩国瑜真的能够回归到意识的 不要让这个让这个意识当中能够继续的进行 那所以呢国民党呢他们 国民党为了让意识能够进行而封堵了两个后门 封堵的结果就是我们民进党的部分 希望让这个意识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两个门的 这样意识的一个大门 所以呢他们就要通过这样所组起来的轮 这个整个的座椅 那个座椅整个门组起来至少就有这样一层一层楼的高 所以就为了推开那个椅子 所以我们强行的用home从人我们的就是 能谍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要去冲破这样的一个门轮椅所组起来的大门 所以爬这个我们沈柏阳就爬到最上端 这样的一个重心下面之后 我觉得最魁后手是这个政军立委 政军立委他往这是千不该万不该 而是怎样把他向下一推 这简直是太让人家这个匪夷所思的一个暴力行为 那怎么会这么多立委都送医 除了沈柏阳之外其他人也觉得不舒服 你们现在是整个在现场 我们现在的时间应该播出的时间是在礼拜六 那你们当时的那个状况的时候 就是说大家是不是状况都不是很好 因为已经是紧绷到极限了 我们是真的强力对于这个已经违法 已经是毁宪乱政的一个扩权的 这个他们号称的国会改革武法 那当然我们是一个强力的捍卫 这个民主宪法的一个这样的奋济 所以大家是很极力的一心的 希望让这个意思这无法能够不通过 那也希望理论在原则上 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理性的辩论 即使民进党在国会是少数 但我们也期待是用 这个让所有的论述能够充分的展现 让国人知道 可是这样的行为却让韩国瑜没收了 所以激起我们整个民进党 所有的立委的愤慨 所以我们大家也希望能够偷破重围 能够让韩国瑜清楚 能够通过他们这样的人墙的限制 以及所有座椅所堆叠起来的 一个椅子的三座 所以这个整个群体愤慨之下 我们也造成很多同仁的受伤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他们从后面要突破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就这样 从这里这样后面过来 问题是邱振军就把他给推下来 推下来之后呢 掉下来之后 两个重点让我觉得很难想象 第一个重点 你看邱振军这样把他拉下来 把他拉下来这个状况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 廖伟祥还在这边打 对不对 还在这边打 打他的这个肋骨从这边打 然后我们就看到 你看沈柏扬就这样子要赶快检查 然后送医 所以我是说这个事情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我看到的是恶意把他拉下来 恶意的去垂他 垂他的肋骨耶 将军 我觉得如果立法院真的要 要做到这么样的粗暴 我觉得韩国医院长 是不是要编列预算 立法院跟我们去打 三军联合作战训练一样 要穿防弹衣跟戴头盔 这太离谱了 我觉得这太离谱了 如果说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 加起来是少数 你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那你们就表示 你们对事件的抗议 你们是多数啊 你们人是多数啊 是绝对多数啊 那么我觉得 你不能让民进党的人 你进来好好谈嘛 大家举手嘛 举不赢你的嘛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还没开始 如果说已经经过了一天 是民进党用了不理智的方式 来开会 你们第二天 从政旗鼓这样做 我觉得情有可原 第一天 是谁先占领主席台的 是国民党 是国民党 你们自己先占领主席台 把那个态势摆出来 你根本没有打算要开会啊 根本没有打算要开会啊 你讲的真的是重点 我真的深刻怀疑说 这个整个是不是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什么 这个剧本不是真的要去 表决通过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剧本就是要让你赖清德 在520之前难堪 难堪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无法理解 你讲到的这些 他们讲到这些法 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 国会权相关的 所谓的国会改革的无法 有必要 有必要急到这样子吗 你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 好好的讨论 好好的协商 好好的沟通 有必要这么急吗 立法院如果立法委员挑灯夜战 是为了逐条研讨法案 然后有户有工房 然后最后不行了 我们举手 看谁人多的赢嘛 人多的赢 那你是 你的这个挑灯夜战 不是为了研读法案的工房 也不是为了逐条审查 你就是为了 谁抢这个椅子 谁抢这个麦克风 谁抢这个主席台 这种加班费我不愿意付 对啊 我觉得这种挑灯夜战 这种前纳税的人的钱 我不愿意付 一没效率 第二个国际看笑话 第三个造成多人受伤 这立法院院长要不要负责 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个事情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像黄国昌他们都说 你们要就早一点来 因为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 他说你们不能插队 可是问题是从头到尾 我必须要来讲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 如果这是重要的法案 你是不是可以经过 好好的讨论 然后好好的去审 而不是一开始 就是我不管你 我全部就是这样弄进去 然后我到时候就占用了立法院 然后到时候我傅昆奇 就站上了韩国瑜的椅子 把他踩在上面 到时候我就吹个哨子 一堆该负责的黄国昌 就赶快这样就过去了 这个事情 我甚至就在怀疑说 他根本不想要过 他真的就是要让 整个事情乱 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 对国民党来讲 他们已经等于说 冷气吞声了八年 因为过去八年 是民进党单独过半 所以他们觉得 我现在就是要加倍奉还 因为我民进党 虽然是第一大党 可是我还没过半 可是我家人民众 脑袭过半 就变成说 真的我想起一个故事 大概1895年 那时候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战败 那时候中国派的李鸿章 去跟日本的首相 伊藤博文谈判 日本开了非常严苛的条件 对不对 光赔偿就要两亿两白银 李鸿章说 可不可以少一点 伊藤博文讲一句话 我们饿太久了 几百年来 日本是你中国的小老弟 反属 亲命于你 我今天终于把你打败了 所以我当然要加倍奉还 就开出很严格条件 今天国民党就这个心态 我们过去八年 你民进党在立法院 都单独过半 我们终于可以讨回来了 所以他们就要用各种方式 用把立法院的权力不见扩大 但是民进党从一月份开议以来 也是忍气吞声 因为你所有的法案都出不了委员会 都输嘛 都输 都输 我就连讨论都不跟你讨论 民进党过去八年 在立法院虽然过半 跟民进党没有那么粗暴的 对国民党 很多东西还是要妥协 还是要提一条 我也没有说你什么案子 都给你封杀在所有委员会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变成说 国民党 民进党也是很火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今天也是把那个 从一月份到现在为止 感觉出了那个愤怒 那个群绪的愤怒 也发现出来了 所以当他们就火车相撞 我是觉得 韩国林作为院长 你不能任凭国民党 这样的傅坤旗 用这种多数暴政 因为民进党虽然现在 没有过半 可是民进党票的人 还是很多啊 有代表 有代表 很大多数的民众 而且从统的这个票 投出来就是支持他的多 所以你看 现在就变成交土政策了 那民进党很多的支持者 看的是很生气 就说你 库跟你可以这样胡搞吗 对不对 你现在要什么 废除什么国安三法 要扩大立法权 立法院调阅权 以后怎么 立法院被人是一个怪兽 而且他以后还说 像那么国家机密保护法 两岸关系条例 我全部不认 我全部重来 所以说中国是我们的友邦 不是敌人 可以这样做 可以这样做嘛 我们国防预算全部删除 然后我们他现在 立法院还有调查权 然后呢 藐视权 藐视国会权 还可以列入刑法的罪行 未来我 对不对 我国务议员觉得你这个官员 你民进党的这个部长 不够尊敬立法委员 我说你藐视国会 可以受刑 刑法可以判刑 可以这样胡搞吗 然后再来就是所有人事权 都只要是NCC什么 都要我立法院同意 等等 然后还有总统 还要到立法院来接受咨询 这也是违宪的哦 宪法上的宣优凯文只是说 愿这个总统 可以到立法院 并没有说一定要嘛 现在赖清德愿意去 但是你就是国民党 不能像乌晓琳那些人就讲说 我一定要急问急答 我问什么你就要答 这个就是违宪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真的国民党这样恶搞 横财入罩 我就是凭我多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无法无天 那我觉得民众会很愤怒 而且我不认为中间的选民 会支持他们这样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看就是说 然后加上刚才有这么多的这些 民进党的立委 沈伯扬是整个被推下去的 是推下去海党 对 他把他从 当然他们在抗争嘛 他把他拱起来 然后用人牌 把他推推推 硬是把他从台上推下去 这完全是没有人道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要看 就是说 我看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很难过 很遗憾 你看我们台湾的国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朱立伦说 民进党暴力 因为之前他说中嘉宾去推了 那个陈金辉 因为他不知道是谁 他就这样 这是因为他要冲过去 陈金辉挡了他 不管那个过程怎么样 那是一个意外 中嘉宾道歉也应该 可是你这个沈伯扬的事情 是硬碰硬的恨 我要讲的是 你国民党在那边讲说 这个你民进党暴力 我请问你 那这个是谁暴力 那请问徐晓星去拿了笛子 拿了一些国民党 民进党的旗帜 去扔人家脖子 那是不是暴力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说 这个时候就不应该 要有什么占领主席台 可是占领主席台 是傅昆奇 跟你们家的黄国昌一起的 然后呢 你黄国昌弄完 弄完这些事情 跟大家等一下 讲到推脸这个事情以后 就说我解决我问题 我完成死命了 我干嘛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事情 真的是令人家遗憾跟难过的 然后呢 现在就大家大甩锅 到底我说你暴力 你说我暴力 那到底真相在哪里 真正背后的淫无者是谁 我要讲 就是说如果今天蓝银是少数 然后绿营恶霸 不让你讨论 你的法案都不给过 你用这么暴力的方式来对 来互相竞争 我觉得蓝银 你绝对能够得到大家的掌声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现在的状况是蓝银 加跟他合作的白银八席 是国会过半最多数 对啊 对不对 然后他们强迫说什么 所谓的国会改革 NCC组织法案要修改 但绿营要讨论的东西 在委员会里面 他们不讨论 他们 国民党自己提的法案 敬送恶毒 然后民进党的法案 直接排在程序委员会之外 完全不进来 这算是什么一个民主 如果你有讨论过后 你在害怕什么 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 国民党你行得正做而止 你觉得说要总统来疾问疾答 是怎么样行的 那你讲清楚说明白嘛 你争取民意的支持嘛 但你有吗 你没有嘛 你在委员会不敢讨论 然后你送到恶毒来 还不让民进党的法案送进来 然后在我们要用所谓的 正常的程序来进行杯葛 我想这是非常民主的方式 你用什么 你用刚刚讲的啊 黄国昌跟这个万美龄 早上就在那边排队 要先送案件进去 要把这个整个程序 杯葛住 然后后来 民进党的柯建民总长 要去签名的时候 还要跟黄国昌在面 一个来一个去 黄国昌还说你他我对 大家想想 插队通常是什么 插队应该是插前面 插在前面 不可能插在后面 是不是 那黄国昌 柯建民在他后面 怎么可能帮他插队 而且柯建民还是不小心碰到他 黄国昌不知道后面是谁 往后一看柯建民 你说有不小心碰到他 我看那个影片 我看了好几遍 他距离他是有一段距离的 可是因为黄国昌是把整个 签到台的部分 整个挡住 所以我要签名的时候 我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跟你说 你比我比我比 可以碰到 我觉得我们逐一来讲 我觉得我们节目里 想要来真的把它揪出 如果用中共的说法 揪出这个坏分子 第一个我讲的是黄国昌 第二个我要讲到傅昆起 第三个我要讲到许巧新 我先讲黄国昌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黄国昌 我过去对他的很多事情 不见得认同 有一些我也觉得 他曾经有过贡献 十年之前 可是你知道吗 这次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 郭国昌这样子推他的脸 把他推开 我跟大家讲 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没有的事情 他说谎 没有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他本来都没事的 在前面 影片有 我们等一下可以roll down 他在前面 他一转头看到了 柯建民在这里 然后又看到了 媒体记者以后 你看哦 他转过头来 这是人家截图出来 看到以后就开始骂说 可以插队哦 问题是人家在你后面 怎么插队 然后郭国昌出来阻止了以后 然后他就说 他就也是可以插队 喷的那个口水满脸都是 郭国昌实在受不了 就把他推开 所以他就说可以打人哦 打人哦 所以我就有点就是讲说 打人的话 会插人啊 因为从后到尾 没有人去插你的队 他就是要把他挑起 所以我严格的怀疑 我挑战的怀疑是说 这个局是不是 傅昌奇跟黄国昌有讲好 我们要把他弄大 我们要把他弄到乱 我不要 第一步 我不要让你们进来 第二步你进来 我跟你搞大 搞大以后 我们就说你们插队 然后第三步 我占领主席台 第四步我就开始 该打谁就打谁 看暴地就打 是啊这个复婚 是这样子吗 所以像那个谁 洪生汉 他说昨天晚上就听到人家说 之前就听到人家说 有三个人几个人要对他一个 当然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叫做口袋战术 我人多 对不对我人多 其实你要人多 人多在立法院 是用举手的意思 我表决我厉害 我赢了这是民主 可是人多不表示 可以围殴少数人 现在不叫做 表决压过的这种所谓的 这个强势的压过法案 竟然是用拳头在围殴 那为什么黄国昌 他愿意当傅婚旗的小弟 黄国昌 其实还不足以当任何傅婚旗的小弟 他连拳头都不敢用了 黄国昌你看 如果黄国昌四条汉子 郭国文一碰他 我那时候很担心 我说郭国文一碰他的脸 会不会火药库一触即发 黄国昌马上就开始跟他打起来了 黄国昌就像公园里面 一只小黄狗 真的我听到 我一开始听到人家用狗来形容他 我还觉得不OK 可是你看到 可以摸 可以摸你的头 然后现在摸个脸不行 这个网友讲的 是 我为什么说他像小黄狗 那小黄狗 主人在旁边 他看到有人在跑步 他对了个跑步的人狗吠 一直叫一直叫 然后主人越跑越远 因为他追那个人 一直叫一直叫 等到那个人拿起东西 要打他的时候 还没打到 那只狗就开始 开始呆了 黄国昌是不是这样 郭国文一碰 你不要喷我口水 你是条汉子 早就回了 那就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黄国昌说 可以打人了 可以打人了 这哪叫汉子啊 我觉得 如果黄国昌 想顶天立地做个汉子 你出来主导一件事嘛 这件事是谁 傅昆其主导的 你只是旁边 话修的一只小黄而已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一直在讨拍 国民党一字排开 准备要开干的时候 黄国昌说 好 我文的处理完了 武的交给你们 他走了 他走了耶 我想这种人要想选新北市长 这种人想要一肩扛起政治责任 他连责都不敢付了 为什么你知道 他怕打了会受伤 他怕打了会有刑责 他怕打了会出问题 所以他只敢用吼的 只敢用叫的 所以人家讲嘛 会叫的小黄不会咬人 真的 我过去没有看到黄国昌这么夸张 我所谓的夸张是说 没有的事情他都把它讲出来 你会觉得他一看到什么就说 你干嘛 插队哦 就像之前讲那个谁 是不是范茴 范芸 根本没有人 我欠你都 你知道他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制造事故 就是故意 碰瓷 我刚才连碰都没碰到你 夹车祸的现场 所以我今天早上一看到的时候 我就说幸好这个影片有拍下来 不然你真的会被黄国昌 这个白白不拎得黑 明明没有插队 硬是被他讲插队 而且他还理直气壮 用很大声的方式来吓唬你 你如果不敢为你自己伸张真意 你就会让他合起来 其实你看 我看到老柯在现场 很委屈说 我没有插队 我今天在讲说 我再怎么讲 柯建民他都已经到了一把年纪 你黄国昌是新进来当种召的 你稍微要有点尊敬 那我跟我朋友讲这个事情 人家说 谁理你啊 他们心目当中 根本不理你 就像许巧新一样 我们台湾人的价值全部被扭曲了 许巧新对废宏太就是这样 你是该死的老贼 你该滚 他们现在对柯建民也是这样 而且他转镜头过来 那个影片你可以看 他没有看到柯建民还没有 一看到柯建民就开始走起来 故意要制造事故的人 当然不会因为你没有做 我就闭嘴 我是最好你跟我强碰 没有碰到 但我故意跌倒 我就说你撞了 我觉得这样是要被谴责的 因为黄国昌在后来面对记者的时候 还说 这不是 他不是推 他是打 我跟大家讲 你就说当时人家摸你的头 他不是摸 这是拍 有一个民众 我不知道是谁 他就说黄国昌 你的良心跟你的头发都不见了 我突然发现 他头发变少 那不是重点 他良心不见了 黄国昌就是四个字叫 七三怕二 我觉得他 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吗 这么优秀的人 为什么十年前我们都没有看出 台大法律系毕业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硕士博士 中研院的研究员 这学术界是很有影响力的 他怎么今天沦落成这样 你念那么多书干嘛 我觉得今天最可悲的是 他傅宽奇昨天 那叫拍头不是摸头 拍一下 拍头 什么意思 你就是我的阿弟啊 我是老大 黑帮老大 你就是我的穗涵 我拍你 黄国昌笑得满脸笑容 傅宽奇是 他是跟僧人 有钱被关过的 你们两个人的学经历 你黄国昌这么优秀 跟傅宽奇结果你既然 愿意在傅宽奇 被他拍头 黄国昌以前说过傅宽奇 你赶快就是面临刑罚 赶快去坐牢 而且他还说判太轻 那为什么 政治利益嘛 因为他希望两年后 能够蓝白合 他才可以选 这个新北市的市长 他现在根据我的了解 他不是选新北 他新北没办法合的话 他另外已经谈好丢了 那你觉得他还可能去哪里选 我开始在这好奇 不过不管怎么样 因为傅宽奇觉得他可以操盘 他们已经谈好了 他现在就是要吸引蓝的票 所以他骂民进党 他骂范云骂得这么大声 然后蓝的人是高兴嘛 他有战斗力嘛 他需要傅宽奇 所以他对傅宽奇 百一百顺 过去说的都算了 对 本来的战狼 现在变绵羊 变小狗狗 这种女生 他就比他强 他觉得你是弱者 我就用大声来吼你 然后他看到了这个 柯建民 因为柯建民年纪也大了 生意比他小 对 然后口才不如他好 实验不如他大 他用狂吼 哪有这样子 这个人真的是很夸张 这个人真的 我真的叫斯文扫地 斯文扫地 我刚看到了嘛 很清楚嘛 他签完的名 那个柯建民没有插的对 柯建民只说他继续签 他回一点一看到柯建民 他就发飙了 就像我们去那个便利商店 我排队结账 我结完账了 先离开了 后面有人在结 我看到这个人我讨厌 我后来喊说 你插对 你插对 你可以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 同样的状况 叶元芝讲过 他有一次在立法院签名 黄国昌在他前面 一回头看是叶元芝 你先签 叫叶元芝先签 那你回头看到柯建民说 可以插对 所以黄国昌跟徐晓星 这两个人其实蛮类似的 第一个 他永远在优势兵力的这一边 当时太阳花学运 大家攻进去了 黄国昌进去了 等到要出事了 他跑了 时代力量 他当时民进党优势 他时代力量跟民进党站在一块 现在民进党人少了一席了 他变成民众党 他跑去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他永远是往人多的地方靠 所以他哪有勇气啊 我们进广告回来要讲 我真的觉得我不晓得 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是变成这个样子 一个黄国昌司让人家觉得没有的事情你说谎 另外一个是徐晓星 徐晓星 有人跟我讲说 你知道祈祷 他不要一路的往上走 我真的觉得 哇 他这样子 你看看 他这样子一个状况 难道我们台湾的民众是喜欢这样的民意代表吗 为什么不这样讲 他甚至直播的时候说 我打陈丁飞 我不打他打谁啊 那是社局 而且我还故意踹他的脚 还把他压在地上 不让他起来 这种话能够说出来 这种话没有犯罪吗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知道在这次立法院乱局 他也是一个照妖镜 这个照妖镜里面包括了 我们刚刚讲的黄国昌 那徐晓星的部分 他带了个笛子去 他说他要吹这个什么国歌 大家听了半天 那好像是国旗歌嘛 但我们再看到 他后来韩国瑜说 你不要带违禁品 他就拿出了民进党的党旗 拿去勒 网美会的脖子 然后说 这个不是违禁品啊 这是你们民进党的党旗啊 那为什么徐晓星 徐晓星他以前是议员出身嘛 你跟他有 有有有 他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我们因为以前 没有注意到他 我只注意到 从他讲见佛杀佛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太奇怪 然后到现在 他是完全不在意 完全吃干妈尽的人 还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防疫的时候 不是针对于那个疫调 我们大家都不会去公布 大家的疫调 就算你知道 你都不会去公布嘛 徐晓星有公布一次 有一个机师的疫调 从台北火车站 然后到这个信义这边 信义区的整个路径开放 后来他就被踏罚了嘛 所以你因为你这样子的公布 会引起人心惶惶 对 你知道徐晓星那时候坐我后面 他跟钟晓平就在对话 他把这公开之后 开始被踏罚 他跟钟晓平讲说 没关系啊 我就等着陈时中来告我 我就希望他来告我 我就哄了 你知道他就是这种 这种气质的人 所以他现在这样子的作为 你知道吗今天 他吹笛子是在主席台旁边 你知道他有一次吹气笛 是在他的位置上 那时候国民党正在进行 NCC主司法的表决 那是李彦秀自己的案子 在准备表决的时候 他自己吹气笛 去影响整个意识 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的案子 自己表决 自己吹气笛 你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凸显你自己要做秀嘛 国民党没有人敢教他吗 许巧新的家长没有教他 什么叫礼貌吗 国民党的家长也不敢教他吗 国民党现在 怕他 大家忘记吕家凯吗 吕家凯讲出内心话 认为他泄密外交密件 这件事情是不应该挺的 错了就错了 不应该再乱拗 是不是 被他砍到不行 被命令不能再上节目 然后甚至要被党纪处分 是吕家凯 所以整个国民党是挺许巧新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傅昆琪 现在这种交土政策 到底对国民党有没有力 大部分的人觉得没有力 因为你跟过去小党的时候的民进党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小党的民进党是被国民党压制 没有办法巴言 你现在是大党 你应该要让大家巴言 用言论 用说服的方式 争取更多的民意支持你 但你们做不到 所以你们只好怎样 让民进党闭嘴 然后让民进党闭嘴 然后制造冲突 然后来争取说 你看我们国民党也是能够打的 可是打要打得有道理啊 像许巧新这种 拿着民进党的党旗 然后故意要去 这个勒人家脖子 我告诉你这个动作 如果是在小学 你相不相信拿 那个棋子的那个学生 一定会被老师处分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国民党是怎么了 国民党的人是怎么了 就是要打人啊 或者是说勒脖子啊 或者这里 而且他们今天是真的在打架 这个当然是许巧新去半岛陈亭飞 然后跟罗廷伟直播 就直接呛说 我就是要打你民进党 不打你民进党要打谁 我觉得你讲到罗廷伟 我特别要讲 我礼拜有印象很深刻 罗廷伟竟然讲吴思瑶 说你年纪很大 你是老女人 你阿姨阿姨 然后讲到连国民党都听不下去 支持他 他就抓狂 他就拼命地讲 我觉得你讲人家老 讲人家老并不表示你是OK的 今天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当他们比不过你 当他们输你的时候 就说你是老的 老的又如何呢 就做人生攻击 拜登跟川普他们都很老嘛 将军怎么看这个 尤其我没有办法接受 是许晓鑫竟然讲说 大笑的 说我故意踹倒他的啊 这个 国民党这一批年轻的立法委员 红卫兵化 红卫兵化 你讲没错 红卫兵化 就是我就年轻啊 爹又如何 娘又如何 长辈又如何 我爹娘都不认了 我有票 就像红卫兵一样 我有毛主席 国民党这一批年轻的立法委员 红卫兵化 可是我觉得超没水准的 不是 水准对他们来讲不重要 他们重要就是要呛 就是要有声量 你觉得他呛了以后 台湾的民众就会喜欢他吗 我觉得 他们就活在同温层里 就是他认为 他们的同温层里面 一直说干得好 太痛快了 打得好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 立委不是跟我们议员不一样 我们议员是多喜次的 立委是PK的 单一地区 两个人就是PK的 那么你都把中间选民吓跑了 因为大家以前认为说 国民党是比较会治国的 比较理性中道的 这是理性中道吗 这是红卫兵 这是国民党当年在国共内战 刚刚输了到台湾来的时候 那时候毛泽东搞的红卫兵 清算土地 清算长辈 清算父母 有了红卫兵直接斗自己的父母 对啊 斗到完全就是这样子啊 斗到父母自身 想不开 往生了 自己往生了 你这样 国民党现在这一区年轻人是这样 罗廷伟你骂这么凶 卢秀燕不是阿姨吗 是谁扶植你起来的 是谁帮你服选起来的 卢秀燕不是阿姨吗 即使我们跟 我们跟国民党的政党的理念 已经越来越不一样 我也不会说谁老 谁如何 这叫做个人的修为 这叫做家教 你这种做法已经充分 国民党的这年轻人 我直接讲红卫兵话 为什么 因为许晓星这样做 没有人阻止他 大家认为说这样做才会红 然后年轻人起而效仿 就是如此啊 你在国会议会的殿堂 我没有人看过人吹笛子 吹气笛 从来没有 也没有人看过 拿那个旗子做成布棍 要去勒人的 那是凶器耶 国民党现在到底是真的 这么爱护许晓星 要把他栽培为 可能有朝一日变台北市长 不不不 我认为不是 还是他怕他 我认为不是 人人都不想惹这个欢的 密欢啊 很怕被狗咬 因为我认为你干嘛 恶人自由恶人诊 我干嘛当这个恶人 可是你看像上一次 就是赵绍康他们这个战斗篮 不是说要挺他吗 能不紧吗 可是挺他的时候 没有 可是问题是 我们看那个场面 我们镜片上可以看到 没有想象中的人多耶 你如果说战斗篮 那么多人在这里嘛 16名 16名在这里 像是这个陈玉珍 罗志强 他们都来 我记得陈玉珍上我节目 他就说 他觉得许晓星很勇敢 许晓星 他敢去讲外交部 外交部跳起来很勇敢 我就觉得 是人家不想跟你计较 许晓星敢不敢讲 对岸的敌人 从来不敢 你的勇气应该对敌人耶 对 我觉得国民党 他们这些呛辣呛成这样子 那上次国台办对这个 还说范老师 你也应该要进榜 这里面 他们好像就云淡风轻 都没讲 他们说我活该 他们说我活该 对对对 我都忘了你 他们说我活该 对 他说你看 这么多军人 只有于北辰这个败类 被国台办列入战犯 你看嘛 那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我才觉得奇怪 我觉得所有的退伍将领 应该要起来抗议 是 为什么只有于北辰 我们都反共啊 我还直接 我就讲嘛 我公开讲过 我的反共信仰 跟我反共坚定的意志 都是这些前辈训练出来的 如果全台湾的军人 只剩下你反共 那我真的要哭了 全台湾 我说绝大多数的军人 退伙不想惹事 不惹事 我觉得奇怪 穿上军服一天 一辈子都是反共 那么我是第二个 被限制入境的将军 第一个是谁 你觉得猜不到 谁 毛泽东限制蒋介石回去 那你的等级跟蒋介石 我是第二个 我是第二个 没有退将被限制过 所以我觉得这有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些人就起而笑 笑法 你这个于北辰笑话 就笑 还有人说 于北辰就是书念太少了啦 所以才会被中国笑 习近平书念的多吗 热干面都来了 对 习近平书念的多吗 最后这些人生病了 我觉得这人生病了 然后看到许小新这样 哇 战神 战神要对敌人 战神怎么会对家人呢 敌我不分啊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这种战法感觉不是民主时代 对 不是民主时代 才拿枪拿棍在打嘛 我们在立法院的民主殿堂 我们只是争取可以发言 可以逐条讨论的机会 结果国民党不给机会 然后打成这样 回过头来讲 许小新战斗篮 那16名挺许小新的人 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 那些人 马文君 因为优势选区嘛 对 没关系 不關上咖哩算 都很難算 沒有 蘇貝亞 差一句 我差一句 這一群人到中國國民大會的時候 哪個不是政經為座啊 怎麼在我們立法院造反啊 是啊 所以他們的敵人不是中國 他們的敵人認為是民進黨 但民進黨其實是 應該是一起治理台灣的人 但他們完全搞錯方向了 我覺得民主的政治 民主的選舉 有的時候大家還是要理智 你要選出 我真的在想 如果到這樣子 國民黨跟民眾黨加起來是多數的話 他們可以顛覆整個台灣的話 那真的非常可怕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我想到毛澤東講過一句話 天下大亂 情勢大好 我現在看到這個情形是 你不要說他們造成立法院的亂象 我在擔心台灣 但是很多人在擔心 你國民黨到底何去而從 你看看這個黨主席朱立倫 他還有什麼聲音嗎 他的聲音就是在立法院的傅昆琦 那傅昆琦你看韓國瑜 我知道韓國瑜過去有人說他草包 過去他跟中聯辦走近了 所以失去了他對高雄市民的一個承諾 對不對 可是他也不至於 他也想要把立法院長做好啊 可是你看傅昆琦就站在他的位子上 踩上去 這個邏輯是什麼 就是我看你沒有啊 我看你沒有啊 所以現在最大的是什麼 是傅昆琦嗎 是大哥嗎 傅昆琦現在已經是國民黨的實質領導人 我覺得朱立倫現在表面是黨主席 事實上已經退居二線了 整個黨就是跟著傅昆琦在走嘛 那傅昆琦他們這樣子的 不管你像徐曉昆 為什麼他們肆無忌憚 他們不在乎嘛 他的選區就是藍大一律啊 松信區啊 我越這樣鬧 我越搞直播 然後我的支持者看得越爽 就越挺我 而且你看喔 傅昆琦可以去摸黃國昌的頭 然後 徐曉昆可以靠在傅昆琦的胸膛落淚 你不覺得這到底誰是大家長 就是傅昆琦嗎 但是我覺得 國民黨現在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這次總統後又沒選上 所以有很高的憤怒感 然後他們現在就 他們就會想說把這個宣洩在 立法院裡面嘛 可是我們現在多數嘛 那再來就是 整個的黨是走向一個極端 你看今天的台北股市又算新高了 比2015年增加了155%喔 台灣的經濟所有在現在全亞洲 甚至全世界都是 我們的股市就是排名前面的 我們的股市都超越了日本韓國 更不要漲中國跟香港 所以過去國民黨 他的在行是什麼拼經濟 穩定對不對 兩岸關係的 他是他的專業 他現在的專業都被民進黨拿去啦 他很失落 他不覺得未來我要怎麼辦啊 這種失落 然後最後永遠中央執政 可能永遠無法執政 他們就感到非常的憤怒 然後把這個憤怒就發洩在 現在這個立法院 他要把立法院變他們的山寨王 在這裡 立成立一個獨立王國 然後由我們國民黨來掌控 那誰來負責 就是傅昆琦 就是這個韓國瑜嘛 所以你看韓國瑜今天有主持議事 有公正公平嗎 沒有啊 你看過去幾年 不管是這個 這個游錫坤他當院長 國民黨基本的權力 他還是要照顧到啊 他並沒有偏頗啊 你要考慮到他們的選票的比率嘛 你如果說51跟52 說真的民進黨只差國民黨一席 國民黨是加了他的有黨高金素媒 那些兩席進來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那八個不舉的人嘛 所以我覺得你看像許小欣 我覺得啦他大概未來 反正他大概也不想選市長了啦 他就是因為他不可能選上嘛 天啊 如果選上我真的覺得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這種所謂的市長 都是小選區 以後你的當選人一定要不能走偏門 你一定要走中間路線 你看為什麼盧秀燕要去參加 520的賴清德的就職 為什麼賈萬安要去 他們未來還想選大位啊 他們還是希望能夠跟綠保持某種好的關係 可是像許小欣就不是嘛 那國民黨我覺得這個危機啦 這個黨現在這些年輕人 這年像好幾個立委都是 市議員當了一任 兩個任就選上了 可能是因為他們家庭 本來就是家族政治 你看好幾個都是嘛 對 那許小欣也是 廖偉祥啊 就在打人的就廖偉祥啊 對啊 少年得志啊 然後覺得天下就是我們的啊 我們像國民黨在立法院 又橫著走啊 就更加是 真正的是 凸子撐傘 無法無天 他們無所謂 那許小欣也是無恥嘛 他們就 然後他們就歧視這些老人嘛 反正我把廢紅袋給幹掉了 我厲害啊 我當初如果不是那麼假摔 當初他不是跟富文奇在菜市場 他也假摔 假演啊 可是我不管怎麼樣 我當選了嘛 我就贏了嘛 所以他們是不講政治道德 那這樣子的蠻蓋下去 我覺得只要把國民黨 被這些人牽著彼此走 就變成是一個極端的政黨 以後的國民黨可能會變得 非常奇怪的一個黨 變成戰鬥藍黨 所以你看為什麼 連中國時報的色論 他就說你國民黨立委 應該要去參加大星德的就職 而且他說 民進黨有可能長期執政 這個色論我了解 就是他們的老闆 他親自下令寫的嘛 他都看到了台灣的未來趨勢嘛 那你國民黨未來就是 只能在立法院鬧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 也讓民進黨很多的支持者 比較非常憤慨 因為我也不像說這一次 民進黨的立委提名的 並不理想 而且爆發了很多事情 包含像很多的這個 學輪案等等等等 所以說造成很多 你看連桃園都全敗嘛 這個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這次的提名 真的要記取教訓 這次四年如果就讓它空轉 我覺得是台灣的損失 對 但是我覺得綠營支持者 現在也很焦慮 那四年之後是不是能夠 讓民進黨重新過半 反正我覺得台灣 我覺得現在已經水流成河了 對 變焦土政策了 然後這樣下去的話 我覺得最可悲的是 我們台灣好不容易 我們的經濟 現在發展得這麼好 好不容易我們的潛建國造完成了 會不會全部都嘎然而止 那我覺得這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我擔心的更可怕 什麼 我覺得國民黨這一群人 正在考驗賴清德一件事 大家記不記得賴清德 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因為跟議會的關係不好 他就拒絕進入 拒絕進議會 他們正在製造這種氛圍 讓行政院跟立法院仇視 讓總統府跟立法院仇視 然後造成台灣所有的 百工百業建設全部停擺 這是毀滅台灣的做法 這個可能就是中國方面下了指令 中國開心啊 對啊 中國開心啊 台灣政府的 台灣的總統府行政院 跟立法委員破滅 預算被立法院掐住 行政院做不了事 總統府沒辦法推廣國家的政策 這樣子台灣就原地踏步停擺 跟香港一樣 對 就跟當年香港一樣 然後台灣的競爭力 一直衰退 一直衰退 中國就要等這個啊 所以中國說 我如果讓行政院跟立法院 兩個崩開了 整個力量給崩開了 台灣一事無成 經濟 軍事 心理 我什麼都卡你啊 全垮 垮了以後 中國就跟修理香港一樣 不用花一兵一卒 不用花一兵一卒 你就亂 嗯 是要這樣子嗎 所以他正在考驗賴清德的耐心 他們很希望賴清德下這種命令說 好行政院都不要去了 就跟當時好不順一樣 走揮一揮都走 正在考驗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必須要有更大的耐性 跟耐心 我想這不會啦 因為畢竟總統是總統 然後行政院是行政院 行政院就是跟立法院要互相 那蕭榮泰也比較溫和一點 對 可是剛剛將軍所說的這件事情 其實美國的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觀察者也有觀察到 就是說中國藉由協力者 在立法院因為是多數的關係 讓台灣的整個進步停擺 包含在經濟上面 包含社會上面 包含政治上面的混亂 我告訴你 因為他自己現在也在亂 對 那中國裡面在亂 其實對於台灣的進步 其實中國人其實是埋怨非常的深 對 他現在如果讓台灣也在亂 台灣也停滯 第一個 習近平的壓力就比較大了 對 第二個 他對於台灣的統戰 就有很多的空間囉 你之前 比如說之前 我們的國安無法 現在如果真的因為 國民黨跟民眾黨是多數 把它修過之後 他們的統戰作為 就可以再更多了 恢復到像馬英九那個時候的 狀況 我告訴你對習近平來講 大好啊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們要去關注的 就是說 民主 其實是應該要是個防腐計 但現在如果 國民黨加民眾黨 絕大多數之後 不是讓我們的民主防腐 而是加速腐化 向中國靠近 跟中國 接受中國的統戰的話 我覺得這對台灣來講 其實是值得憂慮的一件事 我接下來講柯文哲 就是我們就要在明天5月19號 就是要去519 要到民進黨前面去抗議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事情 黃國昌把柯文哲拉了去 我現在要講的是 現在黃國昌真的還有把柯文哲 放在眼裡嗎 你控制整個事情看到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柯文哲就說不要佔領主席台 結果大家就說 你黃國昌 後來他又出來講說 這個是民進黨啊 這個暴力啊 然後怎樣怎樣 我們民眾黨會做好 自己的角色 你們民眾黨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當時投票 給民眾黨的300多萬人 我認為他們會失望的 因為他們要的就是 不藍不綠 然後有中間路線 結果你現在給我變個小藍 小藍還變小藍帝 真的是很誇張啊 民眾黨現在真的是 有點尷尬啦 因為到底要聽黃國昌的 還是要聽柯文哲 我認為在立法院 其實柯文哲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黃國昌被摸頭這一件事情 被人家笑成一片 你看柯文哲有出來講嗎 也沒有出來講 對啊 你想想看 你黃國昌過去跟國民黨的 競爭狀況 甚至可以講說 國民黨是為了跟 黃國昌是為了跟國民黨競爭 才讓黃國昌 在全台灣的人面前看得到 但他現在居然針對於 傅昆奇幫他摸頭這一件事情 甚至朱立倫說 這是我們新北的 他可以感覺非常的雀躍 因為他想要去爭取國民黨 對他的支持 那如果他的這個政策是不變的 我告訴你 民眾黨只能被他帶得走 而且這個東西是柯文哲可以預見的 因為柯文哲曾經講過什麼 柯文哲曾經講過 黃國昌一個人 抵民眾黨五個 現在是一個人抵七個 那柯文哲他現在沒有辦法嗎 因為我們知道 也要講一點柯文哲的案子 你上次有講他出來直播 不是直播 變錄影對不對 對 三集 三集講三個案子 都講不清楚 而且你用了四個字很嚴厲 黃話連篇 為什麼 黃話連篇 而且心虛至極 包含北市科 為什麼降價 降底價 為什麼聽了新售的建議 包含分開招標 包含T17 T18 免投資計畫書 這一件事情 柯文哲有講嗎 他沒有講清楚 四北科這一件事情 就更好笑的 柯文哲 那個台志光這一件事情 他說什麼 他說我是檢舉人 結果我問 怎麼會查我 針鋒處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我們有一個 廉政透明委員會 柯文哲成立的 為了要查這個五大案 你知道嗎 在12月22號 柯文哲25號卸任 22號的時候 他開了廉政透明委員會 最後一次 你知道嗎 他跟針鋒處處長講說 就是財團勾結議會 榨取國家錢財 針鋒處處長跟他講說 市長你這樣子的指控 要拿出相關的證據 因為你的指控 以及是刑事 我們可以辦 柯文哲說你要跟我要證據 我怎麼跟你證據 就是這樣 我認為就是這樣 針鋒處處長是說 他都完全沒有證據的 所以我要問 這八年來 讓台志光賺保的人 簽了六十幾個指援的 就是你柯文哲 那金華城就更不用講了 在那邊講說 什麼我是轉達 我不是指示 我不是交辦 那是不是很荒謬嗎 一個創史上最高的容積率 你是市長 你可以說我只是轉達 然後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有資料拿出來 他蓋章 第一個是說 他是史上最高 你不可以這樣講 第二個是 包含四月三月的陳情 四月先用內籤指示過 親自蓋章 親自寫日期 十月又親自核定的 非都更區域的金華城 可以比照都更容積獎勵 給20% 五千多頻的 就是你柯文哲 兩次蓋章 兩次清寫日期 都是你柯文哲 但我們看到 本來以為是直播 本來以為是只求對決 變成是影片 對 但他們有沒有 他有沒有把這件事情 講清楚 沒有 因為不敢 因為講不清楚 所以我很好奇 他明天的519 是不是變成要 澄清大會嗎 澄清大會 我認為他不敢澄清 因為他知道 檢察官現在在調查 他如果講的越多 檢察官可以查的方向 就越多 所以他就閉嘴 他定調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 議員抹灰 議員潑髒水 再來 我都已經講過了 我就是公開透明 你們把所有的資料 空拍 把所有的錄音帶公開 這就是我柯文哲 但是他沒有錄音 對啊 所以沒有錄音 沒有錄影 然後叫人家公開 可是柯文哲 這就是他的話術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來 范老師 之前很多人說 有沒有可能會再發生一次太陽花學運 柯建民曾經這樣講過 很多國民黨嗣事以鼻 但是我看到今天立法院這個現象 還有國民黨在立法院這種多數暴力這樣蠻幹 我真的覺得有可能會再發生 好像是禮拜五的時候晚上就很多年輕人跑去現場 我覺得真的不要 國民黨真的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因為你們的很多的做法 已經讓中間選民跟年輕人不能夠接受了 對 我覺得台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就是因為對於民主的確信 對於民主的堅持 如果立法院要用這種方式拖垮台灣的民主 拖垮台灣的進步 我認為最高興的是習近平 受傷最重的是全台灣人民 台灣的民主得來疾病 我覺得立法院應該不管大黨小黨 大家應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亞晴 歡迎收看亞晴看世界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